大小,那是我監工的東西 這個是里長請市政府公務局的工程隊來施工 他敲壞了,他就把它貼上去 穿高跟鞋的人,或是腳不方便的人 當中工的老人,這個容易踢到,容易跌倒 那我現在就回到三峽,我去看節目 碰到清潔隊的老婦人,我問她 她說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去吃完一碗滷肉飯 然後就在那邊打發一個盤 我問那個老闆,老闆不是那麼一回事 這個東西是叫水泥磚,它主要是水泥做汁 但是有一種是叫石英磚 石英磚是我們剛走過來的,那一段是小的 它不是貼那個東西,那我剛剛在拍的照片 它的老街兩側,是用這種水泥磚 中間就是用剛剛講的那個花崗石的鹽片 花崗石鹽片,它雖然敲打過,有一些粗糙面 但是那個東西喔,那個東西摩托車走的話很滑 所以它為什麼兩邊要做水泥磚呢 就因為人走也會滑,下雨的時候走那個玩意兒也會滑 所以兩邊就用水泥磚 但是你中間用這個東西的話,你又開放 因為它一天有時間管制而已 其他的時間貨車又這樣再壓 過車一碾壓過以後,那個石頭就不靠 就容易鬆不鬆 但是它一整條老街都沒有去動它 它去動老街以外,去銜接的地方 現在我太多年沒去 我記得那個,從老街出來 我們從那個祖師廟,左邊的那個走道進去嘛 左轉的話是老街嘛 那右轉的話是一個土地公廟 我記得土地公廟對面以前是台氣,也叫公路局的那個三峽總站 那現在撤掉了 所以在這裡變成一個廣場 變成一個比較,那對面又是電信局 所以那個地方大家摩托車開的飛快 經常滑倒 那里長為什麼會去把它挖掉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摩托車騎士經常是還沒挖 四輪的頂多是會把路面壓壞 它不會老的 所以里長基於這個社區民眾的安靜 你說以前那個,還沒像現在這種大開發的時候 外來的那個遊客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三峽圈都是小巷道 所以他們怎麼走都不會去滑道 摩托車大概就是走波遊路這樣 那現在換過來